你要来看台湾前辈画家陈城坡是台湾以西化入选日本帝国展览会第一位画家 艺术成就评价很高 高美馆最近将陈城坡的画作整理展出 其中多达六成的作品第一次曝光非常精彩 台湾前辈画家陈城坡是228事件中唯一受难的艺术家 很多研究都集中在他的政治经历 不过高雄市立美术馆认为陈城坡的艺术成就很高 独特的画风相当值得细细品味 特别推出陈城坡纪念展完整呈现画家一生的创作历程 陈城坡出身嘉义 他以嘉义公园和嘉义市的街景为主题 画了大量的作品 笔直的街道还有象征现代化的电线杆 可以窥见当时的城市建设 他以充满活力的笔触以及偏黄的色调 表现南台湾的阳光和树木相当具有个人风格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将近三百件作品 其中有六成的画作是第一次曝光 最也多亏陈城坡的家族和民间收藏家愿意戒展 这次展览的作品除了陈城坡知名的风景画以外 也有大量的人像画 陈城坡基金会也捐出两幅画作给高美馆典藏 希望透过展览可以完整展现这位得年只有52岁的前辈画家 在艺术创作上的努力和天分 记者东芬许正俊 高雄报道